怎么去了这么久 外公怎么说的 他有没有答应啊 这么着急嫁给本王 呸 谁着急了 我是怕你这能让小儿 啼哭的名声说要娶我后 会让外公生气 老爷子是挺生气的 还险些将本王 撵出府去 真的 怎么回事 快说说 你这么兴奋干什么 本王被撵出去 你很高兴 君九怨腻了眼云俗音 见他没良心地弯着眼 半点不为婚事操心 他忍不住 伸手将人扯进怀里 朝着他脸上 轻咬了一口 你干嘛 属狗啊 还带咬人的 还想不想听了 将炸了毛的小兔子 圈进怀里 他才继续说 老爷子不想让你 嫁进皇室 也不想让你跟本王 有所牵扯 他大抵 是想让你寻个 温和乖顺的夫君 不被牵扯到皇室 争斗的泥沼之中 那你怎么说服他的 你怎么知道 本王说服他了 云俗音翻了个白眼 要不是说服了林老爷子 君九怨也不会这般轻松 本王告诉老爷子 你觊觎本王美色 要了本王的身子 本王已经是你的人了 你只能嫁给本王了 君九怨 我 我咬死你 说 你到底跟外公说了什么 就说你喜欢本王 你又胡说 哪里胡说 难道 你没觊觎本王的身子 垂眼本王的美色 锁骨上突然一疼 他腰间用力翻身而起 直接将人压了下去 你 你干什么 你说呢 细密的吻 来得猝不及防 云俗音整个人都有些发软 脑子里更是晕晕乎乎 下意识地伸手想要攀着男人肩头反击时 却骤然听到耳边传来一声低笑 下一瞬 体内内骨子熟悉的气息传来时 眼前的一切骤然变大 云俗音伸着爪爪 啪唧一下落在了榻上 经酒烟擦了擦指尖挂着的血 那满是色气的模样 让他血团子不争气地 咽了咽口水 下一瞬像是察觉到了危险 转身就跑 往哪跑 血团子拼命蹬着爪爪 羊躺着露出白嫩嫩的肚皮 四脚朝天地 对着那双满是浓墨的黑毛时 满是粪粪 君酒烟 你 你无耻 居然咬破手指 让他变兔子 本王无耻 君酒烟嘴角轻扬 微凉的手指在那粉红色的耳朵上游走时 原本张牙舞爪的云俗音瞬间软了身子 一股股战力顺着尾椎骨朝上涌来时 那红彤彤的眼睛里瞬间就弥漫上了雾气 别 耳朵被揉捏 那大手在身上撸过 舒服的他恨不得躺平在他的掌心里 谁无耻 你 还敢咬本王吗 咬 别你 君酒烟 你别让我变回去 变回去怎样 我 我咬死你 看来阿阴觉得本王做得还不够啊 手上的动作越发厉害 你 混蛋 还吗 外面 万君和影子原是守在门口 听到里面的动静飞快退开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别你 那里不行 君酒烟 里面的动静越来越不对 听自家王爷讲讲这种不要命的事情 还是少做